我們來看看第五個學習重點 就是所謂的這個 Drow Shadows 或者叫做屯城樣式裡面的 下落式裡面 都一樣 那我們 Photoshop裡面呢 現在大家如果要做 陰影的效果 你都會用哪一個 我們在Photoshop裡面如果各位呢 你需要幫這個圖層 增加一個 所謂的陰影 你應該會找這裡 對不對 有一個叫做陰影 直接這樣做 那麼這種方式呢 我們現在 在AE裡面 其實 也有 所以 都是一樣的 這種叫做 塗層樣式 塗層樣式的部分 好 尺寸拉開 這樣子 那麼 Photoshop其實早期 它要產生力 並不是用這種方法 用的是所謂的濾鏡 那AE呢 其實是跟著Photoshop一直在遠近的 所以呢這兩種方法 在AE裡面都保留下來 都保留下來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看我們透過特效 在AE裡面 Eventer就是所謂的濾鏡特效的意思 Perfective叫做透視 然後呢 Drown Shared 叫做下落視音 以前沒有特別翻成中文的時候 就是 有人把它翻作下落視音 你已經掉下來 就產生畢體的感覺 好那如果你想要跟 這個Photoshop一樣的 其實 也可以在哪裡 在這邊 你看我們第五個跟第六個 這叫做 圖層的樣式 所以你這樣有沒有知道 圖層的樣式的英文叫什麼了 Layer Styles 有沒有 那使用方式都一樣 只是你按右鍵找到什麼 Layer Styles 有沒有可以叫最後Sindow 而且呢你會發現 這裡的 我先找一下給你看 我先移到這裡來 好 已經到這邊了 點到這一張 對不對 我針對大的就好嘛 你可以按右鍵 也可以找這裡 Layer Styles 有沒有看到 好那為了讓各位看得清楚 我就把這個 先抓一下畫面 你來看看我們Photoshop這裡 這裡 這樣有沒有知道他的英文了 就是這樣啊 在這裡 你如果 在這邊 這個 你看 這個 英明 就是這個 中英文那個排區 不一樣 內部的英明 有沒有叫內英明 外部的發光 叫做外光雲 內部的發光 叫內光雲 這樣了解嗎 只是跳來跳去 Babel Inpose 就是斜角 這個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要斷面吧 然後 Cover Overlay 顏色覆蓋 Gradient Overlay 漸層覆蓋 這樣有沒有突然 覺得 為什麼叫做會動的Photoshop 這個Strope 就是一般各位常用的叫比劃 可以接受嗎 可以啦齁 反正只是 連連看嘛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老師不鼓勵都會用簡體中文嗎 因為那個位置會跑掉 我們用繁體中文就 有不一樣 所以 你在Photoshop這一邊的其實事實上是一樣的道理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你們想要用哪一種方法 你想要用這個的 還是要用濾鏡的 For Adobe的AE會把這個保留下來 一定有它 有需要的地方 所以它並不會完全被彈除掉 因為有一部分是它做不到的 但是呢 大多數現在是都一樣 大多數都一樣 你們想要用第五個還是用第六個 給你們挑看看 我看你們想要用哪一個 想要用哪一個 可以問一下嗎 可以來問一下嗎 我來問看看 我們原則大家講一個就好了 應該玉文 玉文有來嗎 玉文有來嗎 有嗎 好 來來來來 請問你想 你想用哪一個 第五個還是第六個 第五個是用濾鏡的 第六個就是跟你Photoshop比較一樣的 這是圖成樣式 你想用哪一個 他選擇第六個 我們就用這種方法 所以我來這邊 在上面按右鍵也可以 我走直接找這裡 這樣 有沒有哪一個 是不是叫豬肉薛龍 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個陰影呢 可是這樣子有點太細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找到下面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 Layer Style 跑出來了 我們剛剛用的叫變形 我先把這個收起來 你會發現他多了一個叫Layer Style 所以所有穴道打開 各位看到這個 你會有一點感覺 既然我剛剛講跟Photoshop那邊一樣 所以說 我把Photoshop的這個 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 點兩下 我把這裡 屬性 把它叮起來 你來看看 跟這裡做比較好 各位 這裡我說小一點 這樣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 Blend Mode 中文翻作粉色模式 可以嗎 顏色 這裡 是不是等於紅這裡 紅配色底 這就是不透明度 燈光 有沒有這個角度 使用 整體光源 Angle 角度 這樣有一樣嗎 距離 也沒有間距 Spray展開 Size叫尺寸 請問我還要繼續翻下去嗎 你進到這裡 基本上都是 一樣的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就把這裡 因為這樣 距離太短了 我先把它拉出來 就是Distance 往外拉一點 往外拉一點 這樣有看到了對不對 再來 你不希望它 邊緣那麼銳利 要調哪一個 我們在Fotoshop 不希望邊緣太銳利 調的是不是叫尺寸 所以你回到這邊來 尺寸叫Size 有沒有這樣比較暈開一點點 這樣有了解了嗎 所以你真的可以體驗一下為什麼它叫做會動的Fotoshop 只差在哪裡 各位 各位 我們下一個範例就會用到 有沒有覺得每一個屬性前面都麻料 對 那你應該知道這個會做動畫 可以啊 才有麻表的地方 通通都是可以做動畫的 所以它叫做會動的Fotoshop 所以呢 各位 你可以拿動看看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子轉的時候 你的影子就在上面了 所以其實 在Fotoshop裡面 你為什麼會強要用移影 讓它有點立體的感覺 可是是不是假的 我們在這邊也是一樣啊 你希望我的影片 裡面的物件有點立體的感覺 我們就透過陰影的方式 它也會比較有突出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給各位做個參考喔 好不好 我們用的就是第六個方式 這樣子